作为中国的第一艘航母,辽宁舰的前身瓦良格号一直存在着许多众说纷纭的传闻,其中流传最广的则是这样一条。 据传,当年中国在购买瓦良格号航母时,与乌克兰政府达成了私密协议。 在航母被运送回中国的同时,其相关设计制造的图纸也被偷偷藏在航母内,秘密带回了中国,给中国后来的国产航母事业提供巨大帮助。 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 瓦良格号航母是前苏联库兹涅佐夫级航母的二号舰。 是一款采取弹射起飞和华越式起飞兼具的混合型航母,可搭载50余架各型固定翼舰载机,有着极强的战斗力。 1985年,当时苏联红海军为了应对美国舰队的威胁,通过了瓦良格号航母的立项计划, 并最终选定于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厂建造,1990年下水,1995年服役。 可天不遂人员,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苏大强巨大的家业被一一瓜分,迫使瓦良格号航母的建造陷入尴尬的境地。 其中老大俄罗斯拿走了订单105库兹涅佐夫号航母,乌克兰则拿走了订单106的瓦良格号,但其雷弱的财政并不支持其将航母建造完毕。 当时,瓦良格号航母的建造总进程虽然已经达到了70%,但其既没有安装最为关键的动力系统和武器系统,也没有进行任何海事,因而离真正服役使用可谓遥遥遥无期。 无奈之下,乌克兰政府于1995年选择将半成品的瓦良格号拍卖,其拍价为2000万美元。 当时的中国注重海军建设,无比希望能获得一架航母,可是建设一架航母足足估计要花几十年的时间。 此时,乌克兰发布招标信息,中国万万不想错过。 英美等海军完备的超级大国根本没有理由花大价钱买瓦良格号,他们不缺,各小国也拿不出足够的钱买, 就算买了后续的工程款也拿不出,他们没钱,可是中国买瓦良格号总得有一个恰当的向国际交代的理由。 这时,海军方面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借助民间力量购买瓦良格号,而这民间力量最合适的人选便是徐增平。 此时的徐增平已经是香港富甲一方的大老板设立了创立公司,他17岁入伍当兵。 退役后,白手起家经商,创立了自己的资本帝国。 徐增平与军方一拍即合,以购买瓦良格号改装为别具一格的海上赌场为由,向乌克兰提交了购买申请,这提交申请只不过是前奏,后面的精力才真是一波三折。 徐增平想购买瓦良格号,第一大难关便是钱,2000万美金只不过是从乌克兰那里买瓦良格号的购买价,把瓦良格号从黑海造船厂运回中国,这其中的运输费,维护费,人工费等等零零总总的加起来,大致需要1亿美金。 徐增平为了凑够这笔钱,不得不把自己在香港的土地、房屋等抵押贷款,还四处向朋友筹集资金,钱的问题解决了,也不过是餐前小菜。 这第二关便是政治阻挠,部分国家得知徐增平想购买瓦良格号,而徐增平背后是中国,这让部分国家隐隐担忧,便出面干涉交易。 最终乌克兰撕毁了徐增平原先签订的协议,发布公告要开展一次面向全世界的公开拍卖。 幸运的是,在拍卖会上并没有国家愿意花2000万美金的天价购买一艘尚未完工的破船。 而徐增平依旧以最高价2000万派的瓦良格号。 正当徐增平准备将瓦良格号拖回中国时,第三大难关出现了,土耳其封闭港口不让通行,这使得瓦良格号不得不暂停黑海,动弹不得,这一停便是四年。 这四年间,徐增平每月要向土耳其方缴纳巨额停泊费用,还要向托船公司缴纳巨额违约费。 瓦良格号在黑海的这四年可让徐增平急白了头。 好不容易能从土耳其港口通行了,第四个难关接踵而至,这次阻挠瓦良格号运往中国的不是人的刻意刁难。 而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爱秦海地区气候诡诀,明明白天蓝天白云,风平浪静,等到了晚上便狂风呼啸,风暴肆虐,当时瓦良格号尚未完全建成,又被乌克兰拆除了内部的军事设备,不过是一架空壳,只能借助缆绳由托船托运行动。 这时,意外发生了,狂风大浪肆意摧残着航行中的船队,揽绳断了。 状况十分紧急,脱缰的瓦良格号正不受控制地朝附近海岛驶去,原本只是空架子的瓦良格号很快便会遭遇重创,之前的一切为购买瓦良格号付出的努力都将白费。 此时,希腊接到了中国海员的求救信号,向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希腊迅速派出海上救援队, 经过十二小时的奋力抢救,终于将瓦良格号和托船之间的钢缆重新连接,避免了一场大灾难的发生。 瓦良格号成功躲过一场大灾难,最后,瓦良格号在中国托运公司和希腊救援队的护送下,成功离开爱情海,向中国进发。 瓦良格号一来到中国,便吸引了中国各地专家学者前来参观,他们迫切地想了解这个巨型航母的结构,此时问题出现了,研究航母的结构必不可少的便是图纸。 乌克兰真的将图纸放在航母里一起卖给中国了吗? 关于瓦良格号航母图纸归国的传闻,主要有两个流传最广,第一个是中乌秘密交易说。 据传,在瓦良格号航母购置的后期,由于徐增平出现了如挪用航母购置金等一系列问题操作, 中国政府已经实质上出面接管了航母购置项目。 在国家出手后,中国政府也趁机与乌克兰方面做了进一步谈判,乌克兰出于与中国友谊,秘密将图纸藏在航母中秘密送给了中国, 因为这份人情,中乌后来的军火贸易一直非常密切。 第二个则是徐增平购买说,按照这种说法,是徐增平出于爱国之情,在航母购买协议达成后出于爱国之心, 个人掏钱购买了相关图纸送给中国官方,但这两种说法都存在明显的漏洞和不合理之处。 先看第一种说法,当时的乌克兰在解体后正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急需用钱,这才有了拍卖瓦良格号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方面在航母图纸仍有巨大市场价值的情况下, 没有理由不将其售卖,而是白白的基于虚幻的国家友谊送给中国。 何况,在苏联刚刚解体之时,中乌两国并没有特别的交情, 用中乌后来密切的军火交易来推定2000年时,两国就有深交,属于油果推因。 此外,这一说法的最大漏洞就在于,辽宁舰总设计师朱富英曾在后来的采访中, 明确表示,中国当时接受的只是一副航母的空壳,上面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 因此,乌克兰将图纸藏在航母中秘密运回中国,纯属子虚乌有。 再看第二种说法,同样存在明显漏洞。 其一,徐曾平固然在航母购买之处出了大力。 是中国破局的关键性人物,但此人在后续的操作中存在瞒报消息,挪用购置金等劣迹,早已在实质上被提出了后续事宜。 因此,这样一个想借购买航母盈利的人,会自掏腰包花费数百万美元购买图纸送给中国政府,是余理不合的。 更何况,他在后续已经没有机会再接触项目,乌克兰方面也根本不可能在中国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将重要的图纸卖给徐曾平这么一个已经被提出局的商人。 更加重要的是,从瓦良格号航母艰难的归国之路不难看出。 这次购买事宜在后期已经为政治因素所介入,其中所要打通的关节,远非徐曾平一个商人可以搞定, 那么,瓦良格号航母图纸归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瓦良格号航母的相关图纸是由中国官方背景的国企出面,以四百万美元的价格从乌克兰正大光明地购置回来的。 早在2000年5月,乌克兰方面就主动找到了中国方面,出价四百万美元将瓦良格号相关的设计图纸一并出售给中国, 但由于当时承接该项目的中传重工集团资金紧张。 而并未在第一时间同意乌克兰方面的推销,在随后的一年中,中国官方愈发认识到瓦良格号航母的重要性, 决心将其重建为我国第一艘航母,最终下定决心将相关图纸一并收购。 2002年9月,中传重工集团军工部穆承安与总装背部参谋贵士红带队踏上了飞往基辅的航班。 当时,中国团队与乌克兰方面的谈判相当顺利,因为乌克兰除了将图纸卖给中国, 只能将其几乎白送给俄罗斯。 俄罗斯方面同样因为紧张的财政,只愿意以低廉的保管费来换取图纸。 缺钱的乌克兰人显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为了与中国团队谈判,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授权马士公司全权负责谈判事宜,为了尽快促成交易。 中国团队还受邀参观了黑海造船厂内部,据当事人后来回忆,航母图纸被储存在设计大楼的第八层, 这与传闻中徐增平购买图纸说里的第六层不符。 且这栋设计大楼,也没有传闻中极为先进的现代安保体系, 仅仅是一座普通且破旧的苏式大楼,同样有力驳斥了莫须有的传闻,在参观完船厂后。 中乌双方很快签署了购买协定, 以4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乌克兰方面提供的1981份图纸资料和1484组备品备件工具。 因此,瓦良格号的相关图纸,既不是乌克兰友情赠送,也不是徐增平私人购置送给中国, 而是中国官方自己出手,以400万美元的市场价格将其买下, 这也侧面反映了中国官方对于国产航母的期待与重视。 不管怎么说,瓦良格号航母作为辽宁舰的基础, 开启了中国自主建造航母的序幕,通过对其舰体结构的研究。 我国在航母建造领域积累了扎实的经验与技术, 为后来山东舰与福建舰的建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里是胜历史,订阅我,融入历史的大舞台,成为时间的见证者。